租的有啊 你知道租的有啊 咱们村的房大概一年多少钱呢 两千左右 那吃赖的呢 一般不好的呢 一楼这个花就三千 咋说本人不应 今天来的这个小村子啊 人也挺淳朴的 大家知道了我们要租房以后 就开始了热烈的讨论 这个村啊也是一个古村落 房子呢都比较老 但是房体都没有损坏的 现在看到的这些墙体都是石头墙 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洗礼 现在看上去依然坚固无比 村里呢 现居的人多数都是老人 人的环境也非常好 老人淳朴热情 自己在小院跟前种的菜 奶奶给你谢谢了没有 要大声说 这这里面种的是枸杞啊 这是枸杞 这枸杞 跟我们 这是铺头 这是枸杞 它就是枸杞 我看这枸杞怎么跟我们那边长得不一样 这是椰子 它这枸杞长这么大 嗯 也大得太大了 这椰子怎么不大 跟咱们新疆那不一样 新疆的枸杞 长得就是干旱的那种 你看这一串串 嗯 那里 那里 那这下鱼杞 不那么甜的 甜度还挺好的 还是甜 那这就是这意思 嗯 也不吃 下鱼杞 你这小圆子搞得真好啊 都是你的这么大的圆子 我打它四家 四家 一家 一家种点各种各样的啊 对 对 都是都上这来就就全都四家够吃菜了 这个草要薅了呀 好 好吧 成了才种菜 这就是要种白菜了是吧 这小葡萄也特别好吃 嗯 你看 哦 这是蓝莓是不是啊 这不叫蓝莓 这是有个葡萄的 小葡萄 嗯 对 我们新疆有这玩意儿 也好吃 咱们好棒菜 好奇 哎 安做肉吃的 嗯 嗯 这好吃 这就是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小院了 看上去杂草丛生 但这却是一个古建筑 这是一个双门楼 有六间正房的一个方方正正的院子 看这个房子的派头 我估计啊 在过去肯定是一个大户人家 古代的老百姓可住不上这样的房子 随小院赠送的呢 还有一棵枣树和一棵香椿树 长势非常好 现在都已经开始挂果了 这是一座独门独院 那么在小院门口的位置呢 很宽敞 可以并排停下好几辆车 现在就非常期待它装修以后的样子 一定非常气派 小院的位置也非常不错 临近入村的大道 青砖黑瓦 经受着岁月的洗礼 承载着人间的悲欢 时光带给它了风霜 也赠予了它不可辟腻的美丽 这一座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